艺人阿雅的话应该还算小朋友咯 不过呢这位小朋友去年六月已经生下了女儿 跟交往十年的男朋友在美国注册结婚 那么她从来都没有公开老公到底是谁 非常的低调 不过呢最近网友爆料说老公居然是转世活佛来的 阿雅本人也证实了 不过她说是转世人波妾啦 不是转世活佛啦 而艺人王妃梁朝伟都是她老公的信徒 现在是不管看到自己小孩 看到他们的小孩 看到所有的那个小宝宝都会觉得好开心 阿雅谈起女儿露出满满的母爱 去年六月一人阿雅生完小孩后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重返演艺圈 不仅拍电影还出唱片 不过她却一直对老公的身份相当保密 一直到被网友爆料 阿雅才承认老公就是她 西藏第七世竹庆本乐人婆切 戴着眼镜长相似乎的 无关深邃的男子 五十岁的仁波妾就是阿雅的老公 毕业于歌大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和阿雅从未在公开场合曝光过 但从过往阿雅受访的蛛丝马鸡 可一窥她的神秘背景 她先生是学佛的 所以她就杜骂别人的心情 因为你男朋友在美国 所以你跟她聊应该可以聊很久吧 因为长期碰不到面了 对啊我们早晚都要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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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雅的小孩就是在西雅图出生 跟竹庆仁波妾的居住地一致 而因为她只是姓教并未出家 所以是可以结婚生子的 阿雅说过去不愿公布老公身份 是因为自己是艺人 怕打扰彼此生活 阿雅老公在网路上还有自己的专属频道 宣扬独创叛逆的维纳解经法 甚至有电脑仁波妾的尊号 热爱摇滚院 随身携带3C用品 跟其他正统仁波妾学者截然不同 仿佛是明星般的摇滚仁波妾 连艺人王妃梁朝伟都是她的信徒 我觉得其实有工作 然后有自己家庭的生活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 我觉得还是对现在的女人来说 还是蛮重要的 阿雅大赞老公贴心 半年来都是她在帮女儿换尿布 两人的心灵都认定彼此 现在老公身份曝光 不影响他们远距离婚姻 也希望大家给予空间献上祝福 记者黄英文 郭欣廷 陈旭亦台北采访报道